喔 他宣導反隔是不是 怎麼會找他宣導這個 我們台灣人真的很寬容 一般如果是在別的地方 應該一定是再也不會脫險 台灣人真的太有愛了 因為你希望他以後不要再拍 欸他什麼都會被抓住一關 網紅傑哥和部落客Emily 30號為醫美診所開副站台 談到日前知名實況主TOYS 和超哥的糾紛 網紅圈紛紛發文選邊站 傑哥則表示他保持中立 認為兩人各自有錯 但當記者問到 對TOYS擔任反讀活動發持人的看法 傑哥卻略顯驚訝 直言台灣人真是寬容 我沒有站哪一邊欸 我覺得 嘴臭是一回事 可是打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因為有時候遇到酸民也想打他 我覺得這也不能真的做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各有錯誤的地方啦 好不好 對啊 跟TOYS說他頭髮可能會長複合來 要不要推薦他來這邊 我覺得他可以來這邊 直髮 幹細胞 幹細胞 幹細胞直髮 我覺得可以 這樣很好用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直髮啦 這邊我覺得應該可以做一個 還蠻好的一個成效 我覺得還不錯 他昨天出席公園活動 然後公園活動是要 宣導反復的 喔 他宣導反復是不是 怎麼會 找他宣導這個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人民 真的很關榮啊 對 如果一般如果是在別的地方 應該就是再也不會出席 台灣人很喜歡 台灣人真的太有愛了 我已經希望他以後不要再快 欸他實在都會被專注公 我也不曉得 喔就是 對啊他應該也快了 身上官司嗎 應該對他身上官司很多 今天還是也有新的官司 就一直在 很多雪碧的那一刻 喔 對對對 要多了一個再簡單 你看當媽媽沒幹嘛 當媽媽每天都在追這個 我也會 無聊打開 小孩睡覺打開 啊 又有新的東西可以看 很興奮嗎 就覺得有點 精彩 對 玩紅圈最近蠻精彩的 那還想過一個 就是雪碧 日前是有名價 超過的通過嘛 結果是在直播那邊罵說 他就說 XX回去 好像吃過你的乾爹 哇這是可以問你 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 還是不要 萬說比較好 我覺得直播這樣講 真的是不太好 因為直播之後多人才講 因為不專注 但沒有 沒有限制 沒有 很多小朋友才會 好 對 很多人都會看到 所以盡量還是不要再跟夢想 這樣 這些話比較好 哦